HELLO 各位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6月30号礼拜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李欧 6月30号代表什么 代表今天是月底 今天是月底 是一个月的结束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它是收月线 而且今天是一季的季底 也是收季线 而且今天6月30号也收半年线 台北股市同时收月线季线半年线 大家以为要结束了吗 其实不是 它不是结束 反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来给我看一下这个字幕画面 今天台北股市特别强势的股票在哪里 在于5G相关的光通讯 这是我们昨天就先跟大家预告过的一个族群 结果今天光通讯相关的网通族群 前面呈现一个喷出大涨的走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 我们先从大盘来跟大家报告起 昨天大盘 它比较弱势 它回撤时日线 但是它尾盘有收脚 往上追个走高 所以很明显的 昨天大盘 是这一根绿色的这个K棒 好 人家昨天尾盘有收 站上这个时日线 那昨天虽然收盘 它跌多少 跌118点 118点 但是我昨天怎么跟大家报告的 我说台北股市你要看的是趋势 趋势有没有改变 趋势就下面这一条绿色的这一条叫做月线 月线的方向怎么样 它是往上走的 它是往上走的 没有任何改变 今天台北股市收盘涨78点 好 来到11621点 成交量呢 1949亿 比昨天稍稍小一点点 但今天呢 其实很明显的 它又重新回到多方控盘 为什么呢 你看日线架构是这样子 很明显的 它今天往上跳空开高 而且收盘已经完全收复前一天的最高点之上 甚至于开始要去回补 这个礼拜一往下跌的空方缺口 好 那你如果从短分时来看 我们看这个60分 60分 60分的这个架构 短分时的架构 昨天它是不是跌破了 短线上 它要进入一个修正整理格局 昨天它跌破了 短线上看起来比较弱 可是我们昨天怎么跟大家报告 我说下挡 这个上升趋势的支撑 差不多就在这里 好 那今天一个小跳空开高 第一个小时 有一个上影线 第一个小时它有一个上影线 冲高又打回来 第二个小时 第三个小时 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你看第三个小时 第四个小时 已经站上去了 完全又回到多方控盘 完全又回到多方控盘 所以你看到这个日线的架构 很明显的 这个多方的控盘 还是没有改变 因为月线是在往上走高 这是大盘的架构 那我们看到这个上跪的部分 其实上跪 你先从这个短分时 这个小时线来看 短分时的小时线来看 其实昨天它有往下走 在这个地方 它有往下走 有稍稍的破线 今天开盘 第一个小时 就完全收复了 完全收复了 那后面越走越高 你看又重新回到多方控盘的轨道 没有又站上所有的短分时的这个5日10日20日线之上 这是小时线 那你仔细看一下上跪的部分 上跪的日线 多方的架构完全没有改变 你看5日线10日线20日线 呈现一个多头排列 完全都没有任何改变 好那我昨天跟大家报告过 台北股市 昨天谁在撑盘 谁在撑盘 当然不是台积电 台积电昨天在睡觉 今天台积电继续睡觉 继续睡觉 还是呈现一个横盘整理格局 没有任何改变 你看这台积电 有没有台积电今天 它收盘收在313 313 只有小涨1块钱 还是在昨天的这根实体K棒的中间 它的高点没有突破昨天的高点 低点也没有跌破前一天的低点 那就是呈现一个整理格局 可是台北股市撑盘的跃脚是谁 是鸿海 2317的鸿海 来我们看一下这鸿海 鸿海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过 鸿海在端午节前 它就已经开始有做一个表态动作 而且它横盘整理很久 它睡觉睡很久了 好可是我们看到鸿海的股价 有没有 很明显的出现一个往上跳空 从这个冬午节的最后一天 冬午节前的这个最后一天 这个6月24号 它就大涨3.3元 来到83.5 那其实以83.5的价位来看 还是相对是比较委屈的 相对是比较委屈的 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下面成交量很明显放大 今天鸿海又再度创下波段的新高 创下波段的新高 来到86.4 86.4 而且鸿海它扮演的角色 因为它是全职二哥 它撑住了整个指数 撑住了整个大牌 再来是鸿家军 哇真的是很厉害 真的是很厉害 你还记不记得 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什么 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 这个网通相关的概念个股 我们跟大家报告说 这个5G要开台了 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个6588的冬点光电 我们从这个新贵的冬点光电 今天最高来到158块 158块 好那它是在明天7月1号 7月1号准备要做一个挂牌 准备要做一个挂牌 好那当然会有一个蜜月行情 蜜月行情是大家所期待的 因为68块挂牌 一张可以赚超过8万块钱 赚超过8万块钱 但是我想一般投资朋友 你不要尽量不要去做一个追加动作 不要做 因为它在这个挂牌之前 已经从这个底部有没有 底部从58块涨上来 涨到158块 已经涨超过一倍两倍了嘛 涨很多了 不要去做追高动作 那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 跟冬点光电一样 是做这个5G的薄膜绿光片的 5G薄膜的绿光片的是谁 是这个6426的统芯嘛 我说这个统芯有没有 你看这个横盘整理的时间很长 有没有横盘整理的时间很长 有没有都在横盘 但是你看哦 经过横盘整理之后 你看这个5日线 10日线 20日线 均线纠结到末端了 随时随地会发动攻势嘛 昨天才跟大家报告 今天 它今天最高来到150.5 就直接往上做一个大涨 就往上做一个大涨 你看一下这个统芯 早盘啊 最高你看冲到这个多少 150.5 150.5 虽然尾盘有稍稍的往下打一点点啊 收在这个145.5 145.5 其实表现也是相当不错 那我想明天啊 搞不好先起这个比价效应 先起这个比价效应 而且你看今天成交量很大哦 今天成交量7746张 股价才刚刚开始 中间这个地方 绿色这条线 叫做大量成交区 还在这个地方 一旦突破啦 一旦突破你看这个地方 一旦突破这个大量成交区 很明显的突破之后呢 因为量先架起嘛 一旦突破 那后面的空间会蛮大的 因为前面没有什么套牢的卖压嘛 前面没什么套牢卖压 因为最主要的这个大量区 就是在这一天嘛 就这个地方嘛 大量区在这里嘛 其实差距没有很远啊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来我可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有没有这个大量区 大量区后面就这几天嘛 所以你把它划过来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这个大户的成本区 还没有很明显的脱离 一旦脱离这个箱形之后呢 哎前面的高点184.5附近 哎搞不好有机会来做一个测试 有一个机会来做一个测试 好那再来除了这个统芯的部分 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谁 分享这个4968的利基嘛 4968利基 哎我昨天不是说利基 昨天有人这个做当冲嘛 他冲高之后尾盘又打下来 收相对低 但是你看今天又还给我们公道嘛 你看到利基 我怎么说利基的 我说利基5月份的营收 他是创下单月份的历史高 创单月份历史高 哎表现相当不错哦 你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5月份的这个营收表现 再给大家看一次 这个利基的部分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最大 给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有没有 你看这个5月份 利基的部分 哇有没有这个地方 业绩大幅度的跳增啊 你看这个地方 月增36.57% 年增81.71% 好那你仔细看一下 他是创单月历史高哦 可是你看前面 去年的10月23号最高来到255 可是我的营收已经创单月份的历史高了 那现在股价才188.5 188.5 你觉得合理吗 合理吗 而且你看哦 这个股价平台整理区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平台整理区在这个地方 前面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个地方 挖圈起来这个地方 是2020年1月3号 就是新春开红盘第一天 冲高之后打下来 可是你经过了长时间的整理之后 有没有 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左肩 有没有 左肩 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右肩 有没有 下面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底部 所以它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打底整理之后 左肩 右肩 底部 它形成一个头肩底的一个行情 头肩底形成 那右边的成交量放出来之后 股价 股价会怎么走 股价 它就要往上做一个走高 很明显啊 而且它会把前面的这一段 这个底部上来到颈线这个位置 有没有 它会复制 把它搬到右手边上去 而且你看 中间绿色这个地方 是大量的成交区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成交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那股价是不是突破了 结果很多人以为说 昨天当冲嘛 你看昨天这个当冲 上影线是不是很长 上影线是不是很长 上影线今天完全都收服了 而且你看 今天成交量1.2万张 12803张 小量就把昨天 昨天成交是2.1万张 今天才1.8万张 就把昨天的高点 几乎都要全部收付 这个上影线几乎都要全部收付 代表说 这股票 WiFi 6的这个射频前端模组嘛 确实是5G 这个未来的潜力十足 它是一档黑马股 是一档黑马股 你从业绩的角度来看 也是相当不错 好那再来呢 除了这个我们昨天所分享的这个统芯 还有这个冬点光电啊 7月1号准备要挂牌 还有这个4968的利基以外呢 今天鸿海相关的这个概念个股表现都很强 好有哪些呢 包含像鸿海家族啊 包含像这个3062 这个建汉 建汉今天直接攻上涨停板 你看这个建汉这个部分 建汉它今天攻上涨停板 它是不是突破整个横盘区间 有没有横盘区间直接突破 然后成交量明显单跟K棒的放量 单跟K棒放量 我把这个均线拿掉 这里是让均线纠结嘛 均线纠结刚刚要突破而已 好那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操作建汉这支股票 你因为鸿海今天抢 因为今天网通族群抢 你如果操作建汉这支股票 你接下来怎么看待 很简单 你看这个地方 大量区在上面嘛 代表说它是压力区 但是呢除了压力区以外 前面这个地方 左手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其实相当清楚的 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区间的相形 区间相形 尤其是左手边这一天 是9月25号 成交量放的特别大 有75,000张 隔一天呢 44,000张 也就是说 接下来往上攻击 来到这个区间的时候 你成交量如果没有 比左手边来的大的话 不容易一次攻过去了 也就是说 它的空间相对比较有限 那这是建汉的一个观察 建汉的一个观察 好那当然 今天除了建汉以外 包含像这个2314 2314 这个台阳的部分 台阳也是这个红海集团的这个概念个股嘛 尤其是它有这个低轨道卫星通讯的一个概念 好那你看这个台阳 台阳今天也光要涨停板哦 这个红家军相当的优秀 也光要涨停板 可是呢 如果你有操作这个台阳的部分 该怎么看 大量区在这里啊 有没有大量区就在这个地方啊 你看这个地方很明显的就是大量区嘛 那如果你在操作这样的股票 你看到它未来的空间大不大 当然空间就受到限制嘛 因为前面很多人都买在这个地方 你看 比如像这个地方 是7月4号 去年7月4号 成交量多少 1.2万张 这里呢 9月26号 成交量1万张 那这里呢 报大量 这个是12月26号 成交量多少 是1.5万张 所以每次它报大量 后面就涨不多 就滚下来了 好那这个地方 今天也报大量 后面的成交量 一定要克服前面这几只大量嘛 你看前面这个大量 只要大量它都休息 也就是说 前面这个套劳卖压 蛮重的啦 蛮重的 所以你后续呢 当然成交量要放的更大 你才有机会做一个突破 因为这个地方是大量的成交区嘛 好那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台阳还有建汉以外 哇今天有一支大股票 这个我们知道5G开台 最重要的电信商会赚钱嘛 电信商谁赚钱 好电信商3682 竟然亚太电啊 宏家军的这个亚太电 今天也攻到掌停板 你知道亚太电的股本有多大吗 亚太电的股本啊 我们看一下亚太电的股本 280几亿耶 你看一下哦 亚太电的股本 281.72亿 200多亿的这个股本 股票是281万张 今天竟然 直接光到掌停板 而且它股价多少 7.89元 盘中哦 盘中你看一下盘中 在这个尾盘分两段 第一段拉抬 第二段稍微休息一下 又往上追攻击拉抬 好 我知道很多小那个小资族啊 你很想买类似像这样的股票 但这样的股票究竟能不能买 其实你从逻辑的推演来看 你觉得亚太电信会赚钱吗 亚太电信会赚钱吗 其实亚太电信不太容易赚钱 为什么你知道啊 因为5G刚开台的初期 你要买平段要花很多钱 再来是你盖基地台 亚花很多钱啊 所以初期不太容易赚钱 再来是亚太 这个亚太之心嘛 那个费率88块 188288 为了抢占四战率收那么低 那你觉得容易赚钱吗 说实在也是不太容易啦 那我们从技术层面来做一个探讨 来一样 前面这个地方 大量区在这里啊 大量区在这里 今天有稍稍突破 有稍稍突破 那量能还没有放出来 还没有放出来 好那这个地方 我想后面 如果说能够持续往上做攻击 我想各位投资朋友 做短线就好 做短线就好 从中长线的角度来看待啊 因为你从基本面来看 它不太容易在这个地方 本业立刻有大获利啦 所以你只能做一个短线的操作 短线操作 好因为毕竟前面这个掏扰量蛮大的 不容易化解 不容易化解 好那再来 除了这三档股票以外 连这个传统的光通讯 这个光线3234的这个光环的部分 光环今天也创下波段新高 而且光环 其实光环的大量区 是在中间这一块嘛 你看中间这一块 很明显的早就突破了嘛 早就突破了 而且成交量也明显的放大 也明显放大 所以这是光环的部分 表现不错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telegram里面 有跟大家分享这个4908前顶 为什么我会分享4908前顶 这支股票有标股协议啊 为什么要分享啊 因为它会标嘛 前面你看哦 这支股票它的beta值很大 什么叫beta值 就是大盘 大盘 我给大家看什么叫beta 来你看一下4908前顶 你看哦 beta值是1.59 标准差是3.84 大盘是1啊 大盘是1 那大盘如果涨1% 那beta值1.59% 就是说它的波动度 比大盘来的更大 是1.59 1.59 也就是说它股票是很活泼的 所以你看哦 前面它在标的时候 很凶嘛 很凶悍嘛 光通讯 光通讯 这张股票就表现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好 那你仔细看一下它的技术面 你仔细看一下这个地方 有没有 平台整理之后 一样它是一个左肩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左肩嘛 左肩 有没有 左肩 再来呢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右肩 有没有 右肩 好 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利基啊 桶芯 有点像 有没有 左肩 右肩 底部 它是一个头肩底的一个形态 那头肩底的形态 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从这个底部 到这个颈线位置 它会不会往上做一个延伸 它已经突破嘛 突破就有机会往上做一个延伸 等距离的往上做一个延伸 所以这样子的标地呢 加上它又有标股的协议 投资朋友就可以特别留意 今天我们在这个盘中的时候啊 盘中的时候 我们特地有跟大家分享 在Telecoin 我说顶天立地嘛 顶天立地 五月份的营收 哇 爆充涨27% 爆充27% 毛利率呢 42% 均线纠结才起涨第一天 起涨第一天 结果呢 你看盘中很快的 我们是买在什么时候 买在它弯下来 往下弯的时候 买在那个地方 趁它回底的时候 不是在这个地方去追哦 不是冲上去才追哦 是等它打下来 买在这个地方 现买现赚一个掌停板 好 那当然 这是技术面的一个考量啊 技术面考量 再加上 这个就是今天最热门的一个 5G相关的一个题材 好 那除了前顶以外呢 那包含其实像这个2332的友训啊 之前有精英权之争嘛 精英权之争 那整个精英权之争落幕之后呢 哎 你自己看一下 大量成交区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很明显的嘛 很明显的 大量成交区在中间嘛 那后面呢 在精英权 高一个段落之后 这个地方 没有 这个精英权 高一个段落之前 他有先动 涨了三根之后 后面又跌回来 那后面终于确定说 有新的团队入主之后 哎 前面其实没什么动 在横盘整理整理之后 待隔一个礼拜 开始涨停 涨停 然后休息一天又涨停 然后今天又冲高 又冲高 而且你看哦 成交量明显放大 有没有 这个成交量很大哦 7万张 有没有 今天8.5万张 这样子的公司呢 成交量既然已经放大了 量先价值嘛 新团队入主 有新气象 而且新产品 刚好又切入到 现在最热门的 5G相关的题材 那你如果从这个 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哇 其实也是蛮漂亮的哦 这周线的架构 有没有 也是很明显的 突破了这个周线的一个 前面的一次压力 两次压力 三次压力 正式突破了嘛 正式突破 那你如果从月线的角度来看 哇 这个网通的 这个相关概念个股 你看 底部横盘整理多久啊 整理多久 好多年了都没动啊 现在终于底部拉起来 第一根 第一根 而且月线出大量 好啦 那包含 其实有些股票啊 包含像这个什么 这个2458 2458 这个 2485 2485的这个赵赫 赵赫也是啊 底部横盘整理多久了啊 横盘整理多久 都没动啊 好 月线 这是周线 一样啊 这只股票 你看 这个底部爆大量上来 未来满足点怎么抓 其实满足点很容易抓 你就抓这个最多人套牢这个地方 就是未来反弹的压力位置嘛 那你如果从这个日线的角度来 我们看这个日线的角度 日线角度 哎 你看一下日线角度大量成交区在这个地方 成交区在这个地方 就前面这个地方嘛 在这个去年的8月30号 没有 这个地方套牢的人特别多嘛 这个区间左边套牢的人特别多 那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成交量特别大嘛 这个8月30号成交2.1万张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底部涨上来之后呢 涨上来之后呢 你看在这个6月18号成交也是2.1万张 隔天呢 隔天呢 6月19号成交1.3万张 这两天其实就有开始慢慢的在化解 这个去年的8月30号 上档这个套牢的卖压区 那现在这个地方 离上面这个23块 今天收盘收20块嘛 20.15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啦 那这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走出一个N字形上工 有机会哦 前面这个地方一个往上嘛 然后休息个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嘛 五天啊 从这个建高20.7嘛 休息五天今天又发动攻击 他会不会把前面的这一段 前面这一段 第一段 我们讲N字形上工是这样看的 第一段上来之后 然后休息嘛 休息之后呢 他会把前面左边这一段 再复制往上做一个攻击 这叫做我们讲的N字形上工 那N字形上工满足点 差不多啦 差不多就是左手边 我们看到前面这个地方压力区嘛 压力区 是这样子做一个观察 好那我想 类似相关的这个网通题材啊 其实在这个7月份啊 会引爆出一个新的商机啊 新的商机新的个股啊 重点是你要选到对的标的啊 如果你选的是这个之前有涨过这个 比如说像这个3596的字役啊 字役今天就没什么动嘛 今天小涨2块啊 还可以啊 还可以 不过他距离这个前面的套牢压力区 有没有 蛮近的嘛 前面这个地方有山嘛 很大的一座山在这里嘛 不容易过嘛 那或者是像这个3491的 这个森达科的部分 也是也是一样啊 前面这个套牢的这个筹码比较多啊 而且你看前面这个地方 很快的就遇到压力 所以你看啊 今天股价冲上来到这地方 就打下来 就打下来 而且你看 今天成交量说才618张 代表什么 目前没有人在里面啊 如果说这个股票有人要做 成交量一定要放大 明显放大 那你看左手边这地方 去年的9月3号这地方 哇这个成交动辄的话 1.4万张 没有 几乎都是1万张以上1万张 而且好多天哦 所以这个地方短期啦 手上如果有森达科的投资朋友 我想不如去换成其他的股票 这个速度可能会比较快一点点 好 那最后时间有限 时间有限 那我就再讲一档股票就好了 这个6179的这个亚通啊 其实亚通这张标的啊 我跟我们家的成员分享很久了嘛 那最主要呢 我说过这家公司他做什么 因为一般投资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啊 他做这个火力发电厂 电厂的这个海水冷却系统 海水冷却系统工程啊 那先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好一段时间 但是一直都没什么动 荤盘整理 但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 特别又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他快要动了 为什么呢 你仔细看一下最近这个成交量 有没有 最近几天成交量是不是都很明显放大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都是明显放大 你看最近这每天成交都超过1000张以上 1000张以上 而且呢 我说过这一天 这个5月12号是董事会嘛 他决定要做CB嘛 好结果 这个当天隔天大涨之后呢 就开始进行一个横盘整理 因为CB股价他维持稳定 就不能够大涨大跌 但是CB45天定价期差不多结束了嘛 所以已经成交量开始放大 代表有人注意到他了 好跟大家报告一下 你仔细看一下 他这个动态报导里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你仔细看一下 他这一次要发行的是这个4亿元 有没有4亿元的 第一次的有担保的公司债 有担保公司债4亿元 那为什么要募这个公司债呢 而且是有担保的可转换公司债 将来股票如果涨上去 要涨得越多越好嘛 那这个持有债券的投资朋友 才可以把它换成股票嘛 所以股价涨对他是有利的 那你看哦 4月30号 他取得这个菲律宾的什么 Power Plan Sea Water 这个三渡溪的这个海水冷却系统 的一个合约 价值多少 3,350万美元 就是台币大约10亿嘛 台币大约10亿的一个工程 那这个工程呢 因为有涉及到水下工程 需要一定的难度 一定的技术难度 所以他毛利率会比较高一点点 会比较高一点点 好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仔细看一下 他的基本面 他是深耕 深耕菲律宾 11年 11年 那之前是饲养科技啊 被人家借壳上市 那你自己想一想借壳目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能够把业绩灌进去嘛 你仔细看一下哦 股本多少 才7.41亿嘛 7.41亿 股本是相对比较小 而且筹码也是比较安定的 好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哦 这个地方 大量的成交区就在这里 短线上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最多人买在这个位置附近嘛 那股价呢 只要一放量突破之后 哦不得了哦 不得了 前面这一段 有没有一个N字形上工 前面第一段这个地方 来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段 27.5低段到这个地方 好N字形上工 来这个地方 往下回撤这个低点 回撤这个低点 那你再把左手边 这一个低支角 再把他从这个地方 往上做一个延伸嘛 往上做一个延伸 空间就出来了 空间就出来了 好 所以我想类似像这样的标的 今年 因为他接到这个大订单嘛 那今年明年 手上的再建工程 会陆陆续续 做一个入账的动作 所以我想我们家族成员 手上持有这样股票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随便乱卖 千万不要随便乱卖 我想后续相当值得投资朋友 来做一个期待 来做一个期待 好的 那现在时间已经很有限 已经来到3点58分 好 那我们时间有限 就跟各位投资朋友 报告到这边 那各位投资朋友 也别忘了 我们最新盘中的节目讯息 我们会放在股民当家 Line群组 还有Telegram里面 也请各位投资朋友 赶快加入 好的 以上就给各位投资朋友 追个参考 也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 就细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